歡迎回到九九 懸人度高中排球甲級聯賽 男子組的冠軍戰在第二局 現在華僑是16比13領先東方 聯賽在第二局這邊的進攻 他這個球是用一個貝輝來掩護 蔡偉珍剛剛斜線是打在界內 最後一分 吳鎮宇的發球 歐米這個球同樣也斜在界內 球點講的 那個華僑今天打的復球 球點都很高 球點高相信之下球就差 因為你想用力的話 球點就會被丟到難球 永潔的發球 接下來都是用一個領護 對 這邊又是一個的招敲 龐宮的領護給傑賢明 把後補 是 走過來 然後鎮宇這球直接被封下來 再推過去 連擊 連擊 沒看連擊 第二個球 對,籃往下來也好 反應都好快 登回來第一下 第二下 第三下 這個球連擊 第一個球沒關係 對方所過來的第一個球 持續性的連擊 對 但是在發球的時候 東方這邊又沒有發好 對 最近連續兩個 接連兩個失誤發球 好,這次的發球過來 反正自己製造出來一個機會 弄得用掉的 這球再救,再來 往後面推 對 還有一個掩護之後呢 貼了三次 對 第一局那邊就兩次 在那邊換到第二局呢 同樣的方法 我們用得 對有一個掩護之後 再來一個左手中扣 16比16 現在場邊呢 在東方對面要叫一個暫停 因為現在 如果再丟掉第二局的話 對於東方來講 我們就大事不妙了 像這種 第二時間切中間的球 第一個 你不能曝露你自己要切的路線 站在那裡等球起來 你才跑 斜直線 太早跑反而會被人發現 對方就知道看到你了 對 除非你做一位攻擊 進去以後再跑出來 Z字型攻擊 好的東方 在那邊 在那邊過後 要趕快加把勁 對 發現東方今天氣 沒有那個氣喪 對 要把昨天 對 昨天這個氣拿出來 對 昨天打到了這個 第五局 最後才勝出 所以要把這個氣拿出來 哇 中間在那邊 又是一個智慧 現在對於華僑來講 是越打越順的 六號的林宏明 對 今天 林國軍跟 蔡曾 蔡偉珍 沒有搭配得很好 對 淳于鋒繼續發 哇唷 中間 又來了 你看看 認住了 其實沒關係 落後幾分有什麼關係呢 不要認住了齁 自己要把氣提上來 你看 他現在10號跟這邊 漏洞太大了 趙道理應該兩個 10號跟14號 要靠近一點 前面一點 對 前面一點 同樣也是發 找了自由球員 希望戰術回來 不過這邊是被救起來 黃仲德還要掉中間 Touch Out 阿桑耶 對 今天 東方這邊得分的手段 不管是蔡偉珍 或者是傑仙明 都是用Touch Out的方式來得分 節奏不要打快 有時候便一下 二十一比十七 揪起來 收進球 是 哇 直接找到對方的身上 但是球回來在界內 收進球 對 揪起來之後還有機會 再扣 再揪 另外一邊 哇 劉鴻敏 在那邊是打到機會了 充分利用他身高的優勢 是 他們都做得很快 把他打 先跑 雙胞胎的哥哥 劉敏 在那邊 188公分的身高 跳起來 中扣 拿下的第二十二分 救起來 左邊的手被封過去 謝謝 黃仲德的進攻 非常有威力 很好 對 球點打得很高 而且都很在注意球 每個球他都注意 會給他 一個主力攻擊手就是要這樣 哇 救起來 另外一邊 黃仲德用掉的 再救 中間有機會 欸 有 這個球 封一下 封害怕力 只有這樣處理 對 中間打得有點亂 可是 不必急 先把街花球接好 這一局的 直線 打得很好 這個球 對 阿翔 阿翔 連碰不到了才出界 不過現在 在這個局部點已經出現的情況之下 阿翔 再拿下一分 就能夠取得2比0 率先聽牌 絕對優勢 後面黃仲德在那邊 再救回來 還有 阿翔 原先比 阿翔 這個球 沒掌握到 阿翔 想太多 是 阿翔 這個球沒打過來 沒打好的情況之下 華僑在第二局的比賽呢 是以25比18拿下 現在前面兩局是 直落2了 現在已經2比0 領先東方工商 是 阿翔 是 阿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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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翔